第一位是许富 据外妻事家上记载 即诸侯叛秦 魏豹立为魏王 而魏豹内 其女于魏公 豹知许富所乡 乡伯基 云当生天子 据说这是许富第一次看相 当时 他给魏王报的所有女人项面 勾异夫人 汉武帝刘彻宠妃 汉昭帝刘弗林的生母 公元前95年 汉武帝过河间 光气者言此有其女 于是 汉武帝立即命令 逐家逐户的搜查 终于在赵家找到赵勾异 刘彻看到后龙心大悦 赵赵勾异回宫 传说勾异夫人天生 握拳不能伸展 后展开掌中握有一玉勾 因此被称为勾异夫人 赵飞燕 是汉城帝刘傲 第二任皇后 赵飞燕出身于平民之家 家境贫穷 据说赵飞燕善歌舞 由于体态轻盈 能长上舞 所以叫飞燕 不过赵飞燕名声不好听 她是古代淫乱后宫的典型代表 据说她的母亲在怀王正军时 梦见明月哭入腹中 结果长大后的王正军性情柔顺 谨守复道 后来到了婚嫁年龄的王正军 原先许嫁一户人家 可南方突然死了 再找的一门亲事也如此 于是她的父亲觉得很奇怪 就请了术士给正军项面 家书大师说 因他是梦月入怀的 所以死女贵不可言 后献正军入宫 在耶庭做家人子 仿佛熄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熄若流风之回血 不过这个说法有争议 事情真美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魏书中记载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真蜜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家里人好像看见 有人把御衣盖在真实身上 日后果然如此 真蜜和曹丕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曹瑞为后来的魏冥帝 死后被追封为门昭真皇后 据说便是出生的时候 产房中充满黄光 整日不散 日后果然如此 当年曹操回到家乡后 将中了这位色役俱佳 轻力过人 沦为歌姬的便是 将其纳为第三房小妾 后来 便夫人依靠自己的气质 气度和见识 逐渐被曹操欣赏 所以 曹操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 便立刻将便夫人立为正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